放上白色藥盒的照片 标榜能焕发年轻状态 这则由信医健保药局所po的贴文 已经至少4.5万个赞 超过2900多则留言 而且底下还被注从日本药厂 引进CEP的西立市 限量800盒 受完不补 吸引不少人留言该怎么购买 但信医店面根本没卖这款药物 信医药局除了有实体店面 FB确实也有设置了官方网页 但是并不是叫做信医健保药局 也因此官方发现到有诈骗网页出现 立刻发文提醒 这个网页那头贴也是蓝绿色底 大大挂着信医两个字 跟正确版相似度超高 不过官方应该叫做信医健康生活馆 旁边还有蓝勾勾认证 夸张的是不只牵涉到一间药局 上面写的地址竟然是全天药局 登记的位置等于有两家药局受害 的确会造成困扰 所以这一段其实我们还是呼吁 那个司法单位公布们应该要出来 正式这个问题来去做一个 这一方面的杜绝 确实有民众被搞得不撒撒 跑去门市询问网页是真是假 不仅药局增天困扰 更担心民众买到不知名药物 只能多加发文 告知民众唯一官方管道只有信医健康生活馆 这个网站就我们查证是属于境外网站 那由于管辖权及调查权的问题 无法确认刊登者的身份 我们已经划布在食药署的食药碰轰广告专区 来提醒民众注意 而且在网上卖药已经触罚 可以罚三万到两百万元 呼吁民众要毕竟是要吃下肚的再三确认购买管道 避免吃了反而伤身 推本新闻连至周宣台北报道